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延续昨天的一个展示 那开高之后一路向上走高盘中一度大涨137点 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在尾盘 稍微消风起来 就一度的往下拉回 那最后只有上涨78点 不过基本上连两天上涨 当然对多方我想这也是一个有利的一个现象 只不过目前全市场都在等什么 都在等今天晚上的约莫大概10点钟左右 这个鲍尔在Jackson Hall的一个谈话 那很多人都在猜了 那到底他要讲什么呢 是属于比较鹰派还是比较鸽派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媒体 尤其是平面的媒体 甚至于还用A1的头版头下了一个标题 叫做鲍尔今晚的谈话可能会偏鹰派 那当然这个 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联想也不奇怪了 因为毕竟今天之前几乎所有的每一位 他的一个同僚 也就是其他的连准银行的 连准其他连准分行的 这些所谓的一个总裁们出来的一个谈话 几乎亲一次都是往鹰派走 有人认为要升三马 有些人认为这个未来的联邦利率 一定要调到4%以上 而且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在猜 那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 鹰也好 鸽也好 鹰我这样就算是鹰了 但也不奇怪 大家都讲鹰了嘛 对不对 总不说他的同事全部都讲鹰 就他讲鸽 我想这样也很怪 那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是鹰也好 是鸽也好 大家平常心看待就好 因为就算是鹰 就算是鹰 前面这么多人讲 他讲鹰也不会奇怪 要符合市场预期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鹰 我必须这样讲 当然短线上面如果说 我好像谈话出来是一个鸽派 比预期中要来的鸽 比预期中要来的缓和的话 那当然短线上是一个利多 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子 我先讲 就算他的谈话比较倾向鸽派比市场预期的 要来的温和一点的话 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毕竟到底9月20号 21号这两天的开会之后 到底在9月22号所宣布出来的 是升息两码或三码 又或者其他的码数 这中间还存在了很多的一个变数 就好比说 同样今天晚上要公布的是什么 今天晚上要公布的是PCE 个人的消费支出 这个也是怎么样 这个也是针对联准会 它要升息多少幅度要多大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个人的消费支出 那除了PCE以外 我说过还有什么 你到下个月初 9月初 9月3号要公布的什么 一个非农的数据 重不重要 重要啊 这个就业也是怎么样 也是联准会 它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那还有什么 9月10号要公布什么 PCI 个人的消费性支出 对不对 个人的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中间还有很多一些数据 还没有公布出来 而这些数据都会联动到 联准会的决策 所以我说纵使 阴派 反正就符合预期 那纵使是歌派 你也不要太大调以轻心 现在讲歌派 那未来数据不理想 它还是一样阴 所以讲穿了怎么样 你管他歌 管他阴 反正就平常心看待就对了 最重要的是 你如何针对他阴也好 歌也好 你有一个策略去应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不然他要讲什么 你也不能够世间欲其貌 所以我说过 如何去应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至于说要如何应对 我过去也常跟各位讲 我说我们面对的是同样一个行情 我们所面对的是同样一个盘式 对不对 可是你看我们面对同样的一个盘式 同样一个行情 今年一路走过来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 到目前为止 你的股票都还套在高档 尤其是电子股 有些你看现在的股价 跟当时的高点 看起来要解套似乎是遥遥无期 我也不要再点名是哪些股票了 免得说我又在大家的一个伤口上撒盐 对不对 可是即便市场多数人到目前为止 在这波下跌4600点的行情里面 很多人都是套住的 尤其电子股 可是我说过 我们面对的是同样一个盘 可是各位也都发现 你也都清楚的知道 这一路走过来 我们的会员 不仅说在这样的一波下跌 4600来的行情里面 没有任何的一个伤害 可以说毫发无伤以外 我们还怎么样 我们还大获全胜 我们不仅没有伤到 我们还大赚 你说我讲这些 不能随便乱讲 会员这么多都张大眼睛在看 都拉大耳朵在听 这个话能够随便乱讲 所以我讲这些 我都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那你说为什么 面对同样的一个盘 结果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性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我也跟各位讲过 股票操作很多人都只重视 股票你给我一档标股 你给我一档标股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讲 股票固然很重要 我这样说好了 好股票会不会碰到倒霉事 你重视一档好股票 结果盘式是处在一个崩盘的格局里面 你认为它会受影响吗 它当然会受影响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懂得盘面的结构以外 你如何去应对 我一直强调方法的一个应对 应对的一个方法 这非常的重要 尤其重视是同样一档股票 你用的方法不同 你切入的点位不同 我讲结果也会大大的不同 我举个实际的例子 我相信现在 全市场几乎都在讲生计股 你告诉我现在有哪一个分析师 有哪一个老师他不讲生计股 有没有 有哪一个专家权威不讲 我跟你讲没有了 全市场都在讲生计股 全市场就在跟你讲 哇 药华药怎么样了 对不对 药王 保瑞如何 如果这个礼拜还创新高 还有益德 今天又涨了 7月之星今天也是创下 波段新高来到174块半 现在一堆人讲生计股 是一堆人讲这些股票 有没有 那我只请问各位 现在这么多人在讲生计股 这么多人在讲药华药 保瑞 益德 7月之星大家都知道 这是北极星 对不对 那我请问各位 这么多人讲有谁药华药 带你买在三字头 有没有 你自己想一想 对不对 好 这么多人在讲保瑞 有谁保瑞 他是带你买在200出头的 有没有 又或者益章飞 现在大家都在讲 对不对 多好 多好 有国发基金的一个股东 又怎么样 有没有 那我请问各位 这么好的益章飞 有谁在他还没有发动之前 在25块左右 带着你先卡位先布局的 又或者今天再度创下 历史新天价的北极星 174块半 有谁在100块出头 就带你先卡位的 有没有 同样这些股票 同样这些股票 我们怎么做的 我相信 你只要是我们观众 你只要是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 你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包含我的会员在内 我说过 我讲这些话 我都负责任 药华药 我来回做几趟 我来回做几趟 我有没有在三字头 带你先布局 先买进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么多人在讲 谁带你买在三字头 我带你买在三字头 宝瑞 现在一堆人在讲 现在涨到了 357块半 谁带你再200出头买 我带你再200出头买 这个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会员都在听 会员都在看 你们都可以去问问看 我们的会员 是不是这个样子 另外义德 现在大家都在讲 他的大股东 有我们的政府基金 有国发基金 所以政府给你挂保险 像这样子 本身有一些寡占的利益 寡占的市场 有没有 所以他未来的爆发力 有多大多可观 但是这么好的股票 谁带你买在25块附近 这一波最高还涨到四字头 现在股价来看一下义德 你看今天收盘 被分盘交易也还在四字头 但是谁带你买在25块 就坐在你前面 对不对 更不要讲北极星 七月之星北极星 七月份我唯一帮各位掌握的 生计股里面的新股票 就是这一道 对不对 100块出头 从预购 然后再100块出头 一百块出头是一百零几 不是一百一十几 是一百零几 然后到今天来看一下北极星 一百七十五块今天还收盘 今天还收最高 我说创历史新天价的股票 一定有很多人讲 可是这么多人在讲 我在一百块附近 七月以来好不好买 我还做两趟 有没有 七月就从你没有跟我一起做两趟 你跟我一百出头 一百零几 到今天一七五 你自己说的 有没有快涨一倍了 有没有快涨一倍了 同样一档股票 现在这么多人在讲 是不是带你来追 为什么我们这些股票 都能够在他还没有发动之前 就怎么样 就先卡位先布局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曾经跟各位讲过 在想 这叫松露 有没有 内行人都知道 松露是贵的要命 尤其是那种白松露 是贵的要命 它很贵的 但是这么贵的东西 这么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你在山上 你在山上发现它 你可以不吹灰之力 你把它摘下来 把它挖出来 有没有 然后你麻到市场上去 因为它很贵 那你从山上发现它 把它挖出来之后 你就怎么样 你就大赚 对不对 你就大赚 但是如果说 你不是在山上发现它 你是在市场上发现它 那就不好意思 这很贵的 所以你想要尝尝 它的美味 你想要拥有它 那免不了 怎么样 你必须花大把的钞票 对不对 同样都是一颗松露不是吗 为什么你在山上发现它 你会赚很多钱 那为什么你在市场上发现它 你就要花很多钱 你像那一颗松露 做股票不是这样 对不对 做股票那不是吗 同样一档北极星 你在低档买进到现在赚大钱 如果你在高档 你买进的 我不是说你赚不到钱 那你能够赚到大钱 对不对 那怎么样能够在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就逢低布局 我说过了 我们在买进一档股票之前 你除了要掌握最新的报告以外 你还要去看 你要去看 这个报告的内容 这些里面所透露的这些资讯 它到底正不正确 记不记得 我过去跟各位讲过 我研究员出身 我从研究员然后到操盘 然后再进到投顾 那当我第一天 当研究员上班的时候 我的学长 也就是前辈 老叫老鸟 他就跟我讲 对于媒体上所看到的任何讯息 甚至于包含公司派所告诉你的 你都要先打一个问号 不是说不相信 但是你要先打一个问号 你要先存疑 你要先怀疑他 你要先想 同样这个讯息 你为什么不昨天讲 你又干嘛不明天再讲 你偏偏要在今天告诉我 你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研究员 你就是要有这种存疑的 要有这种不求圣解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 你才不会怎么样 你才不会受 整个所谓的假消息 又或者有心人刻意在带风向 而被误读 所以同样是研究报告出来以后 当然我说过 我不是说这些研究报告的人 他不确实 而是说有些时候 行情市场上的一个讯息 它也会有变化 你写完报告到我们看到报告 即便它是最新的 这中间也有时间的落差 有时间的落差可能在外在的环境上 也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double check 看看这里头有没有改变 所以你必须确认这些内容 等到确认这些内容以后 够不够 还不够 还要干嘛 你还要跟同业 还要跟同业之间 再交换一下讯息 再交换一下意见 那等到万事都具备了 大家的看法都一致 也都认同像这样的一个股票之后 你再选择一个最适当的点 因为当你经过这样层层的关卡下来 看报告 然后从内容去做一个double check 然后再跟同业之间 去做一个意见的交流之后 当然对于好股票 你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当你发现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 纵使它还没有起涨 纵使它还没有起涨 你是不是就会在它发动之前 先卡位先布置 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市场上多数都是看到 涨停板的看到创新高的 带你去追 而我们我说过通常 我们都是在还没有发动之前 北极星不就这样子吗 你不要说北极星 这里面有哪一档我是带你去追的 你告诉我 要还要我带你追吗 三字头买金有带你追吗 宝类200出头带你买金有带你追吗 义德25块带你买金有带你追吗 七月之星北极星100出头 一百零几就带你买金有带你追吗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买在发动之前 为什么能够买在发动之前 就如同我告诉各位的 我们操作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为什么能够走在故事的前面 因为我了解这档股票的一个价值 为什么能够了解这档股票的价值 我们刚刚讲过了 从看报告 确认内容 再跟同业交流 这整个关卡一道又一道下来之后 你一档好股票 你自然就会发现它的价值 当你发现它的价值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在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记不记得当时这档 我们在七月初 有没有一百出头 买金的时候 我说过当时买完之后 它没有马上喷出 对不对 这个你们都知道 它是慢慢的垫高底部 垫高底部 垫高底部 一路从月初到月底 到八月底我们怎么样 我们先获利一趟 可是即便还没有喷出 我当时是不是告诉你 从低档这样慢慢的垫高上来 其实到我们卖掉 如果你买的够低 你买的够早 这个价差也将近有20% 甚至比20%还要高一点 大概在2% 我们做个上下平均大概20 有没有 没有喷出还没有大涨 但是是不是你已经先累积20%的涨 那如果像这样一喷出 有没有像这样一喷出 这是我们第二趟 我说过我们高档出一趟 当时我讲很清楚的告诉你 出一趟不是看坏未来 而是怎么样 而是我们要避开它的修正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贯彻分段操作的一个纪律 那一旦有适当买点重新买回来 你看一旦喷出 北极金我相信也有其他老师 也有其他专家权威在买 可是赚多手 我们赚多手 同样一档股票 买点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就完全不同 这一档不也是一样吗 哪一档 药花药不也是一样吗 我们不要说买在三字头 我们不要说买在三字头 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 对不对 当时我们在高档 当达创下622块 当时我们在高档先出一趟之后 我说一样 药花药我还是看好它的未来 我对它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该分段操作 我们就分段操作 所以我高档出一趟 可是我说只要拉回 有适当的买点 我绝对会把它买回来 我什么时候买回来 8月18 8月18 会员请买进6446药花药 当时我除了带会员买进 我在节目里面还给各位一个活动 叫做药王召集令 也就是说前面药花药 这几趟来来回回 不管你有没有跟上 有 恭喜大家 没有 那么最新一波我们又要开始做 所以你有大资金的 你说大资金倒也没有搭到哪里去 你只要能够买得起药花药的 我说你只要有200万资金 你只要有200万资金的 你跟着我 对不对 我带着你用我的方法来买进药花药 就8月18 当时多少 来 药花药 当时股价 当时551块 有没有 而且老朋友都知道 我买股票不是只有买一天 不是问导游 我会连续的买进 只要适合买 我会连续的买 所以我550买 我560买 我570 570再买 一路到今天 我不敢讲它已经大涨了 可是今天高点来到616 616 你买到550也好 买到560也好 买到570也好 你哪一个没有赚钱 尤其如果说 你按照我帮各位的建议 只要我讲 你就买 只要我讲 你就买 你每次买个一张两张就好 你到现在少说 也有10张15张 更不要讲 你资金部位大一点的 现在可能都20张30张的 也大有人在 那你看才短短一个礼拜 才短短一个礼拜 你有没有大赚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方法 这个就是方法 但是如果说 你不是按照我的方法 你是看到墙在去追 你看 你今天看到墙在去追 你今天短线上怎么样 你可能还没在修 所以方法重不重要 想一想 我们稍微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做股票 方法很重要 方法很重要 我想从过去到现在 我几乎每一天 我都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 对不对 刚刚我们从生计股的一个例子 同样一档股票 对不对 我们面对同样一个行情 跌了4600点 我们是大获全胜 很多人还在等解套 而且这个时间可能还要等很久 同样是生计股 我们的生计股都在发动钱买进 可是一大堆人都是带着你 在创高之后带你来追 结果是大大的不同 其实不止生计股 电子股也一样 很多人电子股现在还在等解套 可是我的电子股除了在高档 当时在三月底全数获利出清之后 现在我说电子股可以做了 可是我的做法一样 七月之星 当时我们第一趟北极星获利出清之后 有没有 我都接着下来八月之星要登场 八月之星不就电子股吗 是不是一样跟七月之星第一趟的操作一样 在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我们八月初预告 然后连续买进 然后到八月底就是到这个礼拜一 我是不是全数获利出清 你说我们大赚 我不敢讲大赚 但至少如果你买得够低 你买得够早的 跟当时的七月之星一样 你至少累积了将近有20% 甚至于比20更高 大概22% 23%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差价 或者说涨幅 你会没有赚到钱 同样电子股我们也赚 那我们卖掉了北极星之后 卖掉了这个八月之星之后 当天我说锁定有一档低价的一个股票 有没有 当时趁拉回买进 礼拜一买进 礼拜二涨停板 礼拜三涨了3.6% 昨天礼拜四再来一根停板 三天下来你看你自己两根停板 加一个3.6%你自己算 这样涨多少 你会赚不到吗 白白电子我们就会贪 为什么很多人还在等解套 还有谁 这档股票你看 从我公布给你之后 三天几乎快三根停板 有没有 如果你看到今天创高再去追 你看 我们今天获利出清了 所以你看方法重不重要 股票一样方法错了 看不出效果 所以当现在大家都在讲 鲍尔怎么样 我说那都不重要 下个礼拜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能够应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鸽派 到底哪些股票 对不对 能够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 能够涨最快涨最多 如果还鸽派 哪些股票怎么样 能够让你怎么样 能够让你避凶屈极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方法 还是那句老话 方法很重要 所以不管他讲什么 反正下个礼拜一 针对他不同的谈话 我们都会有策略来应对 那下个礼拜有一档 市场不知道的最新标股 你认同的 我今天开放20个名额 让你来做一个预约 预约完成的 下个礼拜就可以直接 跟着我们一起来参与 这档最新的标的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